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晏荣老师 那么台股在礼拜三 今天是礼拜四早上的8点30分 这个节目是礼拜四早上8点30分播出 那礼拜三的这个节目 礼拜三的这个盘式 非常非常的特殊 那特殊到什么呢 特殊到我认为 礼拜四也许有变盘的这个机会 那到底会怎么变 我想这个关系到很多人的荷包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做一个说明 首先看到这张字卡 好你看到在这个盘式 那么从今年 去年的11月14号8879开始 整个A指标出现买点 那12月23号也再度的出现买点 那总共上涨了500多点 那么在礼拜三收盘 是下跌了20点 那么其实你看得懂盘式的人 其实你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那这边晏蓉老师要提出一个观点 礼拜四到底会不会变盘 那如果变盘 那变上 那空方会伤心 那变下 多方也很难过 那到底会变上还变下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量价走势 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K线的格局 这个叫星形形态 星形形态震荡的幅度很小 但是你看这个量不得了 570亿变成763亿 增加买到4成的量 那这样在那个现象 那如果它这个地方 那么决定性的方向出来 那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进货量 或者出货量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明天如果急拉 将来就是长虹 连续的长虹 那如果急沙 那这个地方做多的 你想要买股票的 可能算半就要得这个 问太早立定 这是我要提醒的 那当然是这个地方的看法 它是应该是要看上还是看下 等一下第二个单元 我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当然重点是 撇开在礼拜三的盘式不讲 那最近这段期间 很多人都说没有行情 可是我说 倘若你有本事 如果你有方法 其实这个行情 真的是源源不绝而来 真的吗 好你看到包括这个地方 514点 514点造就了什么行情 造就了这个有威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那这个地方1.5倍的这个行情 那甚至在这个地方 又拉了551点 那在这个地方拉了350点 那分别拉出什么样的行情 好你看到包括这个地方 郁金光这两天它都还在涨 甚至包括这个融层 涨幅也超过5成以上 所以谁说没有行情 行情就在哪里 就在这里啊 那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你有方法 跟没有方法的差别而已 所以倘若你有计划要实现 你有梦想要实现的人 其实高市里面 真的机会这么多 重点是你有办法把它拿回来吗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宁老老师认为有行情呢 那这个根据又是什么呢 那事实证明如此 包括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现象 我们拉近来看 这个叫对称支撑 对称支撑出现 代表它会 不管是大盘或个股都会拉一段 那个股有少折5成 多折1倍到2倍的机会 那所以你看到这个 负0.02的原因 其实就在这里 一样啊 也叫对称支撑 所以自然就是往上的 拉这一段 那如何在这个地方 有现金可以买呢 你在这里跟这里 你都要避开 为什么呢 我们镜头拉远看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对称压力出现 那这个地方对称压力也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两段的一个压回 我们懂得避开 当然这个地方就有现金 这个地方也有现金 投资朋友 你做对了吗 所以股市当中要掏金啊 这个位阶很重要哦 出手的位阶很重要 那如果你懂得 一个成功的逻辑观念 如果你能够跟进 比如说A指标 对称支撑买点 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 最快的时间 那这个地方你能够避开 那这个在这个多空循环当中 你在股市当中啊 你的梦想就能够实现 所以买在波段地点附近 成功率就真的多很多 那所以呢 如果你总是买在一个 波段的高点 说真的啦 这个CALLSIN 该换就要换 否则说真的 你这个存折 存折外面的数字 可能会越来越多 会超过存折内的数字 这样子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很多人啦 我们看到前面的节目 那么上面下面 左边右边的节目 其实都一样 很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股市教学节目 那很多投资朋友到处在寻找一个方法 就像这个秦始皇啊 要找什么 找这个仙丹 他派谁 派徐福 派徐福往东海 说要取这个仙丹 那就像股市投资人一样 到处在找方法 到处找方法 那请问你找到了没有 我想很多人还在浮浮沉沉 那燕容老师找到了 我找到了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做A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 那么从基板面的一个把脉 到整个技术 现行高低阶的一个认证 那最后的一个决策过程 低估买进 买进之后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这个呢 就是我的这个模式 所以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重点的部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速度很快 然后呢 很快就看到成绩 而且幅度也很大 所以你会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燕容老师前两天 在这个节目当中 讲到这个逸峰 一讲完 会员一买进去 马上急拉到一二十块 为什么 因为对称支撑出现 因为A指标的一个数据的 一个对称支撑出现的 在什么位阶就在这里 在这个位阶出现 你买进去 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而且是最快的速度 来做一个怎么样反应 所以当整个股价拉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 会有这样一个喜悦 两天的时间就拉到18块 你早一点来的 哇 这一段通通都是你的 那当然你要验证的 这个在礼拜一节目带上面 第7分40秒的位置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很快就会有成绩单 那尤其呢 当然对了成功模式 当然你在任何时间点来 我都能够断出一道大 又一道的大菜给你 那成如这档股票 好 二次七次的可成 为什么涨这一段 那一样啊 当整个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这个位阶对上去 它就是最低点 所以在最低价当天 最低点附近能够出现买点 说真的啦 这专市没有的啦 真的没有呢 很多真的是没有啦 那你看到在哪里有 在这里有啊 只此一加别无分号 为什么 叫对层支撑 所以跟着成功的模式 永远永远不闲持啊 你任何时间点来的话 这样股票出现 我就会提醒你 所以投顾会期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呢 到底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速度 很快就看到这个成功档了 第二呢 就是你看到这个地方 经常就是一个最低价附近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想要买高点的 你要跟到那些最高的 当这个地方已经差了 10块钱你才去追高的 那你自己买就好啊 何必去参加别人啊 那你要买最低的 就是跟着这一个 所以呢尤其啊 我要提醒大家啊 提醒什么呢 提醒在整个多头行情的走势当中 我认为哦 你注意听哦 我认为未来一年 至少都还是多头行情走势 那未来两年三年 还要看国际的一个概况 总体面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握的就是这一年 所以此时不转 更待何时呢 我想这个地方最重点的是 这一个 重点的是真的要去操作 所以其实晏蓉老师的操作 说真的哦 那么每一次呢 都是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成功模式 而这样的成功模式说真的 那么各大族群当中 都有这个亮点 都有这个亮点 那所以呢 包括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也跟你谈到 我要做什么族群 还记得吗 其中有一个族群 叫做太阳能产业 能源产业概念股 那当然这个族群 说真的啦 都是一个上肥下肖的这个格局 那么一直以来 似乎都是如此 包括细晶元 从去年旺到今年 那连续十个月 环球经连续十个月 营收都是持续在做一个成长 那当然股价它就要做反应 那在这里买吗 还是在这里买 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追高了 但是晏蓉老师在这个地方 A指标就会出现买点 为什么 因为低估的现象出现 叫做对秤支撑 对秤支撑出现 它就叫做低估 每次买进去之后呢 最快的时间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再度的得到验证 那所以呢 我们经常在谈一个观念 任何事情就是要一心一意 要专注 你如果专心去做这项事 你就一定会成功 那当然晏蓉老师呢 就是专心去研究一个工具 叫做A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可以让会员 买到最低价附近 那我专心的带会员 那当然其实呢 就能够像这样 有成功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全国的观众朋友 你可能在做行李 你可能是大老板 那你也可能是怎么样 上班族都没有关系 你专心做你的事 把投资这个专业的东西 去交给一个你信任的人 就像这个郭台铭先生 他已经是一个大集团的总裁 这个老板级的 他也是一样这个观念啊 那何以见得 当他看到任何行业 他觉得说对他的产业 上中下游的整合 这个地方他有所帮助的时候 他干脆把他怎么样 把他买下来 把他并购 不是这样吗 到处在做并购 所以重点是什么 交给专业 就像郭先生一样 所以其实专业的定义在哪里 专业的定义其实很简单 你有没有办法买到最低点 你是买这里 那我就是买这里 买这里吗 还是买在这里 如果你很多时候 你所跟的抗讯 或者是你自己做的 都是像这样子 每次拉一段上来才买 那代表这个专业是不够的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如果是这里的话 买的像A指标这样 专业是够的 那如果是在这个地方买的 这个专业是不够 那我说过了 当换则换 千万不要省这个小钱 那当然我想 不是只有这个族群 很多族群 在这个地方都有亮点 包括无线充电 Type-C的这个概念族群 那么我想代表说 应该就是翔硕 那翔硕的部分 为什么能够在最低点附近 能够出现买点 然后一路一路的 往上拉这么多 因为当时也是出现低估的现象 那低估的现象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辨识 可能有时候低估会更低 会破底 但是A指标就知道 因为只要数据没有创新低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低估 包括这个地方也一样 数据没有创新低 这个叫低估 所以买进去 你就能够抱得住 你就能够拥有少者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燕容老师一再地强调 当股价低估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买单 那股价低估都是沙场黑 股价低估都是边荒马乱 有很多很多的杂印 利空消息一大堆 那所以我说就像 礼拜二礼拜三的盘式 都是这样这样的盘式 所以我说什么 我说我们任何一个人 时时刻刻 你要培养自己一个格局 这个格局叫做 投资家的格局 这个投资家的格局 就像郭台铭郭先生一样 郭先生说 景气不好的时候 就是开疆辟土的时候 就是扩张版图的时刻 本来这间公司 一百亿买得到的 我现在五十亿就买起来 本来这支股票 那在这个地方 要买这个两百块的 我一百块就把它买到了 这叫低估的现象 所以股市当中 你可能有你怎么样 义中人 不是义中人 叫义中的股票 在义中的股票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心里有一把尺 什么时候去买进 当然是在台盘的时候 当然是像拜二拜三 在台盘的时候 我们要买 就像这个位阶 就像这个位阶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倘若你能够 跟到这样的抗讯 说真的 就是一个低估 带你开疆辟土 这样子一年五党到六党 这个翻身的机会 真的就会很大 那当然这个族群当中 无线充电 某组这个族群当中 说真的 不是只有一个亮点 就像这档股票 那么燕荣老师 在昨天 那当然买点是更前面 那我说你随时来 我都找机会给你 比如说你在昨天来的 昨天买进去 今天就是一根长虹 那当然 在这个地方 你就能感受到 像这样一个喜悦 所以每次的出手 像昨天那么悲观 像今天这么悲观 那但是买进去之后 你八点半看到我的节目 你把手续办好 盘中 你跟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你收盘之后 就有这样的喜悦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 逗逃的行情 真的 说实在 存一年了 真的剩一年 你现在不拼 你要什么时候拼 拼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自己做又做不好 参加别人 也就是把你撈开了 这样要怎么 其实不如你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个机会不用像许府一样 跑到东海 在台湾就有 台湾就有A指标 在这个地方的话 每一次低估买进去 利用大盘很不好的时候 买进去 买进去之后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所以每一次讲究的就是速度 就像这个义丰 买进去以后最快的速度 最快的速度 让你分享这个喜悦 最快的速度 都是一模一样的速度 买进去 很快就让你看到成绩单 就像刚刚你所看到的这一档股票 也是一样 自身也是一样 那么早一点来的买在这里 你现在赚两成 那你在昨天买的 马上在这个地方 就看到一个中场红K线 所以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跟着成功的模式 永远永远不闲持 全国的投资朋友 也许你目前 可能被这个房贷 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也许在这个地方 你退休金可能还没有着落 也不一定 那或者说你是一个很好的长辈 你希望帮这晚辈多存一点钱 那怎么办 我想目前这个事况说真的 被探紧不说很简单 没有关系 你只要跟对一个成功的模式 跟对一个成功的机会点 来做切入 尤其是现在 礼拜四 在今天盘中会不会变盘 那如果会变盘 这就是你的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 好 魅力影新春开运红包 惊喜588我发发 让你今年一路发 年前先帮你赚红包 年后的话 在这个地方帮你赚大的 帮你买车买房 这就是我们的规划 那当然重点 牛肉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好 这档直优标股 现金值率率 我估计在6%以上 几乎每一年都赚一个股本 几乎每一年的赚一个股本 最可贵的是股性活泼 一涨一标都是一倍以上 那当然这个地方 最重点是对称支撑 那这个地方有5个名额 我将亲自带你去买 记住哦 这个地方有5个名额 我将会亲自的带你来做一个买进 当然重点是 这个位阶买进去之后 就要连续不断的挤拉 挤拉再挤拉 好 我想在这里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第一段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晶片护照 享有140国籍地区 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看哦 晶片护照有多重防尾设计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哦 如果护照遗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6个月哦 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 陈东斗固七年银新春 红包大放送 五万八千八 五万八千八 立刻不打千银专线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五八六八 陈东斗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陈东斗固 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东西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东斗固值得托付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晏蓉老师 那么晏蓉老师的测标 很多人看得很开心 那到底很多人也有疑问 在问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会真的有在拉千点的机会吗 好我想其实关于这个观点 我们有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景气行情是否能够持续 那第二个的话 在整个技术现行 它是否已经反应过了 那如果没有反应过 代表还有机会点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反应过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参考参考一下就好 那到底有没有景气行情的机会 好我们看到在各单位 对台湾这个经济成长率的看法 包括央行包括政院主基础 这个地方的一个估计 都估得还不错 比去年大幅度成长 包括外资机构 这三个机构的话 同样的包括星展银行 甚至看到GDP的成长率 到达2.1%有没有 包括国内的一个专业机构 国泰金控台新集团 通通整个估计 都远比去年度大幅的成长 所以代表景气的话 不错 这个景气不错 你看这个尾牙 哇大家这个红包 发的一包比一包还大 那我想这个地方 看起来是有这个现象 那当然重点是技术位阶 这个技术位阶是不是高点 好那么在101年的10月份 我办了几场 这个北中南的巡回演讲 我说五年最后一次翻本 那这个地方我说 至少有四年到七年的 这个多头行情 如今已经四年了 那当时主要是整个KD的 这个指标在低档 那目前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在这个位阶 那这个位阶过去在相同 这个位置点的话呢 是拉了1400点 那在相同的位阶 在99年呢 它是拉1300点 也是将近1400 那所以相同的位阶出现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是有机会的喔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技术现行 不是高点 是有机会的 那所以中期的行情 你现在来正好 今年我们要拼一年 真的拼一年 让我来给你倒三天 这个机会点真的很大 那当然我想你比较关心的是 今天礼拜四 早上八点半 你看到这个节目 礼拜四会不会变盘啦 那为什么变盘 好你看到这个量 放大了将近四成喔 那这个地方的话 K线格局是一个新型形态 代表什么 代表它要变盘 那么在今天礼拜四 它如果是拉上去 就会连续的藏红 那今天如果是下杀的 礼拜四今天如果是下杀的 那代表什么 它会藏黑 那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我希望那个伤心的人 不是你 我希望你做对方向 全国的投资朋友 你目前是多还是空啦 我想很重要喔 如果不知道如何操作的 那我也欢迎你 找一个人 像这样子能够协助你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为什么这么看 那重点在这里 好这一段的一个上涨 因为对称支撑 包括这一段也是一样 那目前行情走到这个地方 会不会往上变 要看什么 看这个阻力成本线 就像过去 阻力成本线如果翻红 那就冲上去了喔 阻力成本线如果 富乖离缩小翻红 哇不得了 那空方你就要特别小心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如果往下的话 那多方的话 怎么办呢 多方是不是世界末日 那不是还有签点吗 多方 你一中的股票 一中人 你不要太早出手 你就买便宜一点 那都便宜 那这个我会知道 所以呢我希望 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我希望你今天做对方向 我希望你未来的三天 四天周末假期 你有个快乐的周末 所以呢务必把它做对方向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有些股票呢 你必须要领先的去做一个琢磨 包括这些族群 好2017年上半年 我如何帮你掌握千点行情 就是用这些族群 轮流做 买进去之后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当然新年度的开始 我早就已经帮这个 我的追随者呢 做了一些规划 今年的规划是这样子的 好每个月至少赚两成 那两成之后呢 那在这个地方 那么年度的开始 我们一起来拼 那两成那会有什么效果呢 好如果是赚两成 你一百万会变这么多 那如果是大行情赚更多一点 小行情可能就少一点 那至少我认为 获利的机会很大 那当然如果你有计划 有梦想的 有待实现的 那把握最后一年 我认为多头行情 至少还要再走一年 这一年 我们到底要拼看看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重点必须要一个成功的模式 而这个成功的模式 我已经找到了 用基本面的把关 用技术线型来认证低点 跟高点的现象 所以决策出手 每次买进去都有速度的感觉 那这个幅度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所以股市翻身 一定要跟对一个成功的模式 每次买进去都是像这个样子 好就像跟你预告的义丰 买进去之后 马上急拉 早一点来的整段都是你的 那当然晚一点来的 还是一样有这个喜悦 那当然买进去之后 常常就是急拉 包括2474的可乘也是一样 你在股市当中捐太多了 但是有这个模式很快很快 真的很快 常常三天五天就有这个机会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你只来一天的 一天要有什么 一天要有这个你看 一根长红K线 是不是 当然这个喜悦 也要跟你分享 因为才一天 如果十天 一个月两个月过后 真的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利用最后 那么至少还有这一年的豆头时间 时间我们来拼一下 那当然我想短期间 是这样一个获利 那长期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这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实现梦想复制成功的模式 你是大老板 你可能有资金 显置三个月四个月 那我们像这样 把它周转一下 你看它不一样 钱滚钱真的会更快 那当然也许你是上班族 或者说你是股票族 或者你暂时休息 在玩股票都没有关系 那么过年的大红包 比如说你是人家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甚至你是人家的这个叔叔 你是姑姑 或者外公外婆 你是阿姨阿姨的 过年这个红包不行 那如何报了一个红包 这么有面子 那重点是什么样 要买对股票 而且买进去之后 最快的时间 那么像在那个幅度 就可以接大欢喜 所以重点是什么 A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 就是为你量身定做 就是要有一个速度的感觉 而这个感觉呢 在这个地方你刚刚已经看到了 短期的一个感觉 长线的一个感觉 那长线也没有很长 两三个月 经常有一倍以上的这个机会 全国的投资朋友 你可能在财务上有些规划 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年刚刚你看到的是一个 所谓的景气行情 今年将会以一个大涨小回的方式 来做一个上涨 先拉400点的时候 你可能先赚5成 拉回来200点 下一个400点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一倍了 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怀疑 把握这个机会 好 美丽迎新春 开运红包 惊喜588 我发发 让你一路发 那今年在年前 先帮你赚红包 年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利用这档股票 那么有拉倍数的机会 让你买车买房 现金殖利率在6%以上的 这档直优标股 那么每年都赚一倍的股本 那么属性是很会标的 那只有5个名额 我即将要亲自的 带你来做一个买进 重点是对证支撑 它是一个波段的起点 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 记住只有5个名额 我将亲自的带你来做一个买进 把握这个机会 在今天一大早呢 手续办好盘中就会有惊奇 好我想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 也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 本国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